每周一期,聊一聊黄金人游外汇,所谓温固而至心,可以为时宜,每一周的梳理是为了下一周有更清晰的思路,思路决定出路,行情有连贯性,思路也要连贯起来,这样把握起来更容易,才能更好的带领投资者把握利润。 基本面,周一,美国媒体Exceles周一7月2日报道称,特朗普已多次告诉白宫高级官员,他希望让美国退出WTO,特朗普则称,并没有计划退出WTO,但指出美国需要对国际社会更公平的对待。 周二,7月2日上午9点,墨西哥总统选举结获出炉,墨西哥左翼正党国家复兴运动党申选人奥夫拉多尔获胜,奥夫拉多尔一贯对美国持批评立场,这或许也是他们在此次选举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,新任总统或将对贸易纹争,移民问题,以及北美自贸协定产生影响。 周三,美国独立日假期休市,周四,美联储6月会议纪要公布,周五凌晨2点,美联储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公布,多数委员认为,美国经济已非常常见,在明年或后年以前,通胀处于货略高于预期的背景下,可能适合继续渐进加息,小飞龙当中失业人数数据,和出景失业率数据利多。 黄金交投平淡,周五,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小,黄金市场影响较小,费龙失业人数增长利空,失业率却上升至4%大幅利多。 黄金正负相比行情不动平淡,行情回顾,本周行情简单来讲,谈花一线,周一开盘小幅反弹后,日内大幅下跌,跌破上周低点1246一线,最低到达1239.50一线,日线代应收官。 周二延续下跌成功触及前期低点1236一线,最低到1237.60后,触底反弹,单日波幅达19美金,最高到1256一线。 周三延续强势反弹,突破了关键位置,最高来到了1261一线后回落,最终报收1257.8。 周四,早间开盘小幅反弹后回撤,最低触及1251一线反弹,十字星报收于1257.60,周五早间反弹后正当回撤。 最低1252.5,日线小金报收于1254.63,最终周线计算率因后,收取早上下影十字星阳线,止住了跌幅。 下周行情,我们从大趋势到小趋势,多个层面解读。 通常,我们在分析判断下一个周期的行情时,都会先给出趋势的结论,再去阐述由来。 所以对于下周的行情,我们先定义为震荡,不过分开极强迫极弱。 大趋势上,从周线周期来看,本周最低点,到达了1237.60后反弹,暂时结束了从1309高点以来的跌幅, 同时也结束了从1366年度高点以来的跌幅。 从1365-1237,这波跌幅经历了两个月零三周的时间,空间幅度来128美金。 而同理上一个周期,黄金从1357.68到1236.58中可以看出,时间经历了整整三个月,空间达到了121美金。 总结,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,黄金已经可以说接近于底部,至少从本周二的见底反弹可以看出。 短期内黄金已经止跌反弹,形成了普遍看多的信号,但是是不是底部,还需要得到确认? 确认的方式有两种,一种是继续回撤,以前期低点为参考,二是下周周线继续收扬,并站上上周大营顶端。 日线上来看,周二触底反弹后,突破了早间的开跌口1251线,周三继续1251为起点反弹,最高到1261.50一线。 周四自1259回撤,继续守住1251反弹,周五同样维持在1252到1259之间震荡。 不难发现,本周金价已经在1251到1262之前,形成了区间震荡。 虽然MACD上已经向上形成坚差,多头都能已经开始形成,但是下周重点还是要冲破1251到1262这个区间,才能继续向上。 四小石图上,可以看出价格在周围震荡下下运行,慢慢接近1251一线。 下周重点关注12511一线至上去做多。 小石图翻角区间1253到1258一线带有效突破。 综上来看,下周黄金依然有向上的概率。 短期关注回调1251到1252一线,周住守住1251做多看突破。 上方关注区间阻力1261-62一线,突破则继续看1265一线关键分水。 如果继续向下破则1251,则需要关注1247一线的分水岭,破则将继续看低点1236一线。 操作上依然采取低多的思路。 上方阻力1261,1265,1272,下方支撑1251,1247,1238。 周一具体操作思路,关注当日实时分析。 基本面上,本周非能过后,数据一般相对清淡。 重点数据倒是下周四美国6页CPI数据出炉。 原油方面,本周特朗普政府,一方面要制裁伊朗,是伊朗原油出口降举为零。 另一方面,是阿沙特增加人油产量平衡或高的油价。 油价在特朗普当前对于油市矛盾的政策中,宽幅震荡,下旧市场将迎来三大能源机构的热度原油报告。 投资者重点关注,原油小石图,周线上两根大羊之后,收十字星,强势多头暂缓。 月线上高位十字星震荡,周四大印之后,周五小羊收官。 从配线形态来看,价格从极强进入了区间震荡中,上方关注74.88夜线,突破才有机会继续上看至77夜线,下方关注72.101夜线,突破继续看空至68夜线。 短期内关注区间上方74.40阻力,下方关注73.40支撑,操作上高空低多,具体操作思路关注业内盘中解读。 货币,欧元短期关注下方顶底转换位置,1.1720一线,周处处级做多,直寸1.1675,目标态1.180,上方处级1.1850一线做空,直寸1.1890,目标态1.1770,应办关注相方双柄位置,1.3317一线做空。 直寸1.3350,目标态1.3280,更多黄金,外汇,国际原油,股市等市场详情资讯。 6.30分,欧元区7月Centix投资者信心指数,21.欧洲洋行行长德拉基对欧洲议会的经济,预货币市委员会发表讲话。 周二7月10日,16.30分,英国5月工业产出院棉率,英国5月计调后商品贸易战。 17.欧元区7月5经济景气指数,周三7月11日,带定EIA公布,阅度短期能源展望报告。 4.30分,美国截至7月6日,当周API原油汽油库存变动,15.欧洲洋行行长德拉基,在该洋行第九次统讯会议上致开幕词。 在定欧巴克公布,阅度市场报告,通常大概在18到20点左右公布。 20.30分,美国6月PPI年率,22.美国5月批发库存月率中值,22.加拿大7月央行基准利率,23.15分。 加拿大央行行长波洛兹出席新闻发布会,22.30分,美国截至7月6日,当周一爱人油汽油经验油库存变动,23.30分。 英国央行行长塔尼,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办了一次,有关全球金融危机的会议上发表讲话。 周四七月十二日,十四点德国六月CPI年率中值,十四点四十五分,法国六月CPI年终中值,十六点国级能源署,公布阅度原油市场报告,十九点三十分,欧洲央行公布六月或地政策会议纪要,二十点三十分,美国六月为几条CPI年每月率,二十点三十分,美国截至七月七日,当周注定是液金人数。 周五七月十三日,二十点三十分,美国六月进口物价指数月年率,二十二点美国七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